今天講座還是邀請到惠美老師來 相信上次聽過惠美老師的說明以後 大家對數位跟人文的關係 有更深刻的了解 今天老師會更加深入來談到數位人文的一些細節 還有一些操作方式 希望大家今天會很有收穫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你們老師 謝謝 謝謝 我們上一週提到數位人文分到AI時代 就能控制的時代 舉了一些實例 中文的自然語言的一個處理 目前的進展 我們今天換另外一個方向 在理論的步驟 在理論的部分會談一個觀念叫理育我 Sematic way 那 他 在這個 基本觀念 有一個人家會介紹的 就是所謂 LOD Linked 連結的一個開放的Data LOD的這個觀念 實際方面 實際方面 會以中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的一些例子 相關資料也有事先傳給大家參考 首先對於數位人文一個基本觀念 就是所謂 每一個 heavy 宰體 因為 Bun 文文是一個基本的一個學習對象 那在一題 大家熟悉的 紙張 但是在紙張之前 其實 像中國有 稼果 筑茧 西方有煞草做的籽 另外羊皮 甚至是石头 石棵金 石棵的栽体 不过有纸张跟印刷树出现以后 就产生很大变化 让人们接触 资讯或者情报就更普及 所以假如没有纸张的时代 大家少得要学习 是非常幸福的 以前就要去踏 踏回来 或者要抄这个 这个组简的时代 要制作一个 这个传播的栽体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石棵金刷树 造成人类第一阶段 所谓文明文化的土地 那第二个阶段是 所谓电脑 再加上网机网络 特别从1990年代开始 这个时候电脑可以介入人脑 来协助我们 有更多的这个情报传播跟价值作用 那从2014年开始 2014年开始 所谓第二代的网机网络 Wave 2.0这个观念 就有更多 所谓行动装置也好 另外 使用者都可以参与 这种昆祥跟参与的力量 那现在未来就是在讨论 会不会进展到 Wave 3.0 这个观念就是所谓 广余网 那这个 这个观念是 这个最早 Tim Benedict 他提出来 Tim Benedict是 这个 王纪网络的创始者 他就有介绍 所谓下一代的 这个网络 就叫做ника 密尼的Data 链接的資料 那有沒有 辦法把我們所熟悉的這些resource 也好 我們所謂的這個Data 能夠用HTTP的開頭 來命名 就是叫Linked Data 那大家在TED可以找到他這個演講 2009年的TED Talk 我們想找這個標題 The next way 可以看到他的例子 我們今天就不播放了 那從這裡 我們過去做 很多佛學資訊的這個世衛資源的經驗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概有哪些可能性 那也就是 怎麼藉由這種 所謂Linked Data 而且是開放的Data 來促成更多的連結 那能夠讓資料庫變成知識庫 那本人力 可以講說是 往今往後之父老 他就提出一個概念 他說 所謂資料的價值 他把它混成五個等級 一顆星他五顆星 甚至還被做成馬克本 很好理解他所要講的到底 這個五個等級是什麼 第一個等級 是可以開放 開放在網路裡 因為資料是被利用才有價值 你資料 鎖在你自己的 這個電腦裡面 鎖在你的倉庫裡面 沒有被利用 沒有被你利用 沒有被人利用 產生不出外價值 是第一個所謂 可以被利用在網路上 那全世界的人都可以 接觸得到的話 那這個就是 至少一顆星的價值 所謂開放資料 第二個是 你假如這個資料 是可以讓機器來激毒 Machine readable 的這個結構 那這個就會比較有價值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們要掃描 這個圖像檔 我們就掃描 然後做一個table 做一個比較多的 但是我假如把它 用機圖格式就是 Excel 我把它變成 那這個的價值就更高 原因是 就是機器給人來讀 所以你有大量的資料 所以你有大量的資料 電腦來幫助你的可憐性就高 這是第二顆星 第三顆星是 我雖然是用Excel 但是Excel是一個商業的主義 是一個 要買 要互惠的 那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要互惠去買Excel 都要互惠去買Excel 所以我用一個 規範一個式 就是CSV 就是 用逗點 逗點分開就好了 有規則 有規律的逗點 逗點分開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只要可以讀CSV的這個軟體 不一定要 互惠去買 任何人都可以 那這個就是 第三顆星 因為開放性更大 更多人可以利用 或者 就 被那個專利的軟體 要付費的軟體綁住了 那第四顆星就是 我有 這個開放 我有採取標準 我去用了開放性的標準 因為 我要跟人家交換資料 然後 假定我自己的格式 跟別人的格式 不一樣 很難交換 交流 所以 我假如是採取的是一個 開放性的標準 那這個在國際上 有在制定者標準的主持 W3C 這個 在共同制定標準的時候 讓全世界的人 可以按照這個標準來交換 這是第四顆星 第五顆星就是說 我不只 按照這個標準 我還進一步 可以鏈接 這個 在資料裡面 跟其他的資料 可以產生鏈接 那這種鏈接 那這種鏈接會產生一個羽翼 羽翼 等一下會介紹 什麼叫羽翼 這個觀念 所以 剛剛介紹的這一個 所謂馬克貝塔就在說 這個 Linked Open Data 它簡稱叫做LOD D 那 它的這個稱級是怎樣 這邊就 有介紹 所謂 對 機器人的幫忙 我們渡 可能到 有什麼 可能性 那底下 有一些參考文獻 這個 大家可以 去下載 它有一個很 有一個PDF的文獻 它叫做 Linked Open Data 比較 精華的 就收攢在 這個資料裡面 而且它這個精華 主要是提供給 一個Dissue Team Maker 決策者 你們將來 可能都是 半年接受 決策者的角度 那個 角色 所以 要了解 Linked Open Data 這個算是一個 很精華 那我在20年前 開始做電子投電 也算是 也算是 接觸 所有人們的一個 起步 那首先 第一個學到的 一個觀念 叫做 標記 這個觀念 就是你要讓 機器來幫助你 你先要 去做 所謂 你的text 你要做encoding 這樣 把它 這個 做上標記 來標示 可能是 文獻的結構 可能是文獻的內斗 那 比較困難的 就是今天我要談的 就是 這個也算是一個稱之 予以標記 這個是 比較困難 那 比較簡單的就是 呈現 我這本書是怎麼呈現 呈現 什麼是標題 什麼是作則 什麼地方是 頁數 行數 這個是比較簡單 這個是最容易 那我怎麼去做 互參 互參的標記 或者我 針對術語來做標記 這個都 比較簡單 那現在 希望 大家去做的就是 魚標記 你這樣才可能 形成魚弱 所以 這是可以講說 是一個 我今天要報道的 跟大家報道的 一個 方向 那所謂 標記 Markup Language 大家 可能 比較熟悉的是 網路上的 這個 HTML 這個是 大家很熟悉 網路上 這是 做 hypertext 的 一個標記 這個大家熟悉 那我們做電子摩蝶 那一年正好是 1998年 那一年開始 那一年開始 再來 國際標準 就開發了一個叫做 XML 就是 簡稱叫 Extendable Extensible Markabed Luch 簡稱XML 那這個 可擴充式的標記 技術研究 讓 我們要做標記 就更有彈性 而且 比較簡單 因為早期 這個 SGML 整個標準 都沒有很美 1986年就發展 非常複雜 那從這個 SGML 那一種 就把它簡化 第一個簡化就是 我只要在網路上呈現 怎麼去表達 我的字體 顏色 這個 呈現的原則 就好 這個就簡化了 另外一個簡化 就是 做 讓它更有彈性 可以擴展性的標記 所以那時代就 1998年就開始做這個 佛典的數位化 一直到 26年 有另外 所謂線上版的Reader 那這個 標記 大家開始使用的時候 還需要有一種 大家需要共同來配合的就是 雖然 可共同的語言 就是 XML 就是可以擴充的 然後來利用的時候 還有一種就是 假如 假如大家對每一個Tag 就是我要這樣的標記 能夠 然後 像這個SED一樣 就是 把它固定一下 這樣子的話 交換的可能性就更強 所以國際上有一個組織叫Ti 就是Text Incoding Initiate 這個協會 他們就 在1987年開始 那 主要是三個學術團體所組成的 就是電腦與人文 寫會 計算機語言 學會文學 跟語言計畫 還有計算學會 他們就 想辦法 把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完成 變成一個 估計 可以 共同來使用的 這個 標記的這個 組合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電子活動也採取 它 這個 組合 那這樣子的話 國際 人是在使用 比較方便 交換 再利用的 那大家可以在網路上找到這個 主持 他們公開的 這個所有 有關於標記的這些 套餐一樣 譬如說 你要去 呈現哪一種 它的元素 它的屬性 那 我怎麼去做它的開頭 這些開頭 可以一起參考 所以有你們假如參加思維 聽到人家在講TI 你就想說 你的這個 數位文献 它的標準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 我們從最簡單的開始來 介紹 就呈現標記 幾個例子 像我們看到這股本 這個國際 大方廣播 華眼睛 倦影 那所謂 我做數位文献 大家想像就是 我把它打字 打字嘛 打字 就 可能以為 就是把它 打字完 就是數位華 其實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就 很多資訊 沒辦法 表達出來 原來 這個印刷版本的 這個資訊 比如說 你們想像 假如我們把他打字完 就 從頭這樣打… 你們發現有哪些資訊 沒辦法去調達 第一个是 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里也有 第一个 第几页 第几栏 第几行 这个开始是第几行 等于是第1栏的 这是第1栏 因为它是三栏字 ABC 大家看不到 这个是它的B 然后呢 这个卷树 它是里面的 这一个调打这个卷 所以我们在做第1栏的时候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中文的 因为在中文的点击 分类有一个特性是用卷 这个在其他 西方文学比较少看到的 这一个 他们都测语 我们是卷 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替代这个就是中文的卷 所以以后大家要使用成卷成卷的数位无限的时候就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用语 那再来是异者 再来是这个平 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平 这平民 另外还有一个资讯是教刊 教刊的资讯 下面这个教刊资讯 所以教刊资讯我们就要去表达这个教刊资讯 像这个字在其他版本有加一个鱼 鱼天国这个鱼 前面有另外一个版本加唐 唐朝 所以这个是明朝的版本 唐朝谁怎么样 另外宋元明上的版本怎么样 另外宫内神的版本怎么样 我们这边的标记就是把下面的这些资讯表达出来 那你这样子才有可能就像我上位秀的 当我引用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带出这个页码 行述来自于标题 包括我也可以带出译者作者 因为背后有这些资讯 那我呈现给读者看的时候他不需要看这些 像 刚刚看到的 这个是在画眼镜 这边有 exhibitedyma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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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到的這邊有顯示葉碼跟藍樹 但是你不想看你把它遮掉都可以 所以你看不到這邊它的這個 但是當我做飲料複製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慶的名字 眷樹 眷樹就帶出來了 因為背後有劇樹資料 另外告訴大家是在第幾側 第幾個清澳 第幾葉 第幾藍 第幾行到第幾行 就是你看它就 清澳在這裡 我不用去call它 不用自己再輸入 就可以自動帶出來 再利用 所以這是標記語言的需要 那 所以接著書詢當然我們 讓它更方便可以做步離邏輯 某一個詞加某一個詞 這個大家在網路上可以運用到 另外我們也做同一詞 同一詞 這樣這個話 我就是你那麼多別號 我通通指向它的時候 你雖然不知道它的別號 還是可以通通找出來 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是互參信 我們想這個 把這個 漢義本 這個 晃文本 藏文本 附參 這同一段 也可以跟寫本 來對 所以 背後的標記就是要做這些 就是怎麼去連結 把這個 每一段 來做 像這個標記的連結 另外一個是 術語 有些術語 人民的術語 然後 書名 這些都是 做背後的標記 那這對子標記 估計有一些 網站 提供免費的服務 就是 古漢語 我想要自動化標記 我 我有一批 這個 資料 等一下 我們會介紹 眾議院 他們的嘗試 整合 各類的樣子幫我們站緊 那我有一個資料丟 能夠丟上去 丟上去 以後呢 跑完 他就幫我調出來 哪些是 人類 哪些是 地 哪些是年代 只要是節省人工 不然的話我們早期 我們做的都是靠人工做的 這個 這也是 那 史丹佛大學 他有針對 現代漢語 做所謂自然 這個NLP 就是 自然語言處理 的一個工具 那 那 這個工具有在 他們在網路上 就有 舉這個例子來呈現 怎麼去做這個 所謂 這個 entity 就是實體的這個辨認 辨認出來 這個是 習近平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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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 明示出來 這個 他的這個 彼此的 語言關係 那 台灣 也在嘗試 做這種 自動化解取 另外 就是今天要講的主題 就是 語語 語語的這個標記 那這個語語的標記 剛剛有 介紹到 是 可以藉由 我這個資料可以做 不僅開放 而且有連接性 那這個 連接性裡面呢 我們 進一步 大家 去學一個術語 叫做 RDF 這個是 很有用的一個觀念 因為你們 未來都是面對 resource 你們手頭有各種resource 可能是 影像 圖像 影片 但是怎麼跟人家分享 我們國際上有一個 描述的框架 The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描述框架 這個描述框架 大家 等一下 可以藉由 這樣子的觀念來掌握 結果 基本上 他們簡單的稱 叫做 是一個tribles 三位圓 tribles 三位圓主 他set the triple 那 怎麼說呢 第一個 這個就是語意 一個最 最簡單的語意 大家討論語 我們人類要去表達 一個觀念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語意 主詞 術語 另外一個授詞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一個statement 我們要表達一個觀念 這個tribles 這個三位圓主 這個三位圓主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所有人類要去 溝通觀念 指示 告訴人家想要傳達 某一種學習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基本架構 那 在 實際上 我們 對應的 這是一個語意 subject 對 我有一個resource 我有一個資源 可能是圖像 可能是影片 可能是什麼 這個resource 那 我要對應到 另外一個 值 這是一個值 這個值 有很多可能性 有可能是另外一個resource 也有可能是單純 就是 那個 一個答案而已 這就是一個值 那 這個resource 跟值的關係是 關係什麼 它的property 它的關係是什麼 我 能夠把它描述 所以 這三個 描述清楚 就是一個 基本的語意 我們舉個例子 假定 我有一個resource 就是 漫畫 就是 機器人貓小叮噹 那 我指向 它的作者 這個作者 也可以指向 它的形態 所以 這兩個property 不一樣 這property 是在說明 這兩個的關係 是作者 那 機器人貓小叮噹 跟漫畫的關係 是形態 它的property是形態 這樣知道 所以 這裡有兩個statement 對不對 我對這個資源 我說了兩個statement 我說 小叮噹的作者 是 誰 小叮噹 它是 屬於漫畫 就是兩個statement 那 我在做語言標記的時候 就用這個觀念 來處理 就是所謂 resource property value resource property 所以 當我會表達的時候 就是 可以用這個格式來表達 那 那 真正 要 這個 表達出來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 三位元的 等一下會再 進一步說明 譬如說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人叫 Jane 另外一個人叫做 Mark 這可能是女生 一個男生 嗯 那她的本名 她的本名 是這麼長 那我把它簡化 這個是 Jane的這個本名 然後呢 描述她是一個人嗎 是一個person 那這兩個的關係 是怎麼樣 我說她認識她 Jane認識這個 Meg 知道 所以這是一個術語 主詞 術語 這個很簡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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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用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叫RDF RDF 我寫出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像這樣子 那 她就可以完整的表達 那說明到這邊 大家可能有一點 這個 需要 請 這個 RDF 那邊 對 那個 REL REL 那邊 那邊 怎麼說 這個都是 可以在 RDF的手冊裡面找到 對應的 等一下我舉例子 你們大概也可以知道 包括 這個 這個就是 Friend of a Friend Friend of a Friend 就是 表達那個 所謂 這個 等一下我給你介紹 關心 關心 你們假如在 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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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剛剛講的 RDF 所以我們要跟 學 HTML Language 一樣 要學 能夠 是這樣子 至少有這個概念 那有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就曉得 怎麼善用它 所以等一下我舉 例子 可能大家就比較好 好了解說 怎麼善用 好 那這個例子在 我有給大家 這個提供 是一個 中年院數學文化 它的一個平台 這個 大家可以 連結到這個 這個網站 再給大家的 那個 Word檔裡面 有嗎 就是連結到這個網站 這個就是一個 LOD 那它說 中年院說 它這個LOD 已經做到多少 各 千萬 十萬 十二萬 十二萬 十二萬筆了 表示說 我跟那邊的 鏈結 資料 可以 提供給大家 有這麼多的 這個 資料呢 可以產生 餘意效果 那大家 進到這個網站 剛開始 不曉得怎麼樣 沒關係 它因為 你就先從這個 這個叫 十八項查詢 十八項查詢 就點這個 十八項查詢 那這個十八項 我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 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協定 這個協定呢 主要是用來查詢RDF 查詢RDF 就是我們剛剛講過 資源描述框架 所以 大家 第一個 對RDF 有概念以後 第二個 要知道的 就是 Sparkle Sparkle 是 是一個 這個 詢音 從這個 Sparkle 這個詢音來 那它是一個 算是 reverse recusive equilibrium 就是 一個 有一點 巧妙去組合的 一個 算是 是 它裡面 包著它自己 對 它這已經把自己包進去的一個書寫 叫Sparkle 這邊正好是 Xp R Q L 它這 它自己就包著它自己 所以 這邊 看到 這個 這邊提到 是 中年院 它所提供的這個 Sparkle 就是 可以做這個 資源描述框架的 查詢 那我們來看看 它這個查詢 它這邊 舉了很多 例子 這個 好像 這個 好像 這個畫面 給綁住 好 可能大家比較有興趣的是 藝術類 提供藝術類 在這裡 藝術類 裡面 好 我看一下 是要休息了 派好 藝術類裡面 有一個是 畫家 陳陳佛 檔案的 這一個 這個畫面 可以切掉 這個畫面 再進去 還是台灣 放到 裡面 放人進去 對 進去 可以去 我把 看一下 這個 一個 桌面 桌面 好 好 。 看 好 男人 嗯 蝶 五 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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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他可以问很多问题 语意就是我们一般在问的问题 他就是又被切掉了 想一下用什么方法 看下课来这里看好了 那个好像变成是行动装置的页面 这样子那有什么方法去把它盖 可能要变成电脑版的画面 他那右上角那个三条线 OK 大概知道 还是我们要休息一下 还有一个电脑版的画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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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吗 好像也没有 没有 新加有其他书籤上面有三个一点点 其他书籤 然后上面有三个 上面还有又 在上面有右 右上面有三个点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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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上 其他書先往上看 再往上 對這個 他有沒有可能選 這對面 這應該是什麼 好 我們看看我把它 換掉了 重新來 對 這邊就變了 重新在這個椅子 把你當作行動狀態 對 所以應該是往下捲就會有 下捲 先按生物學他就會收起來 意識 往下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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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 往下捲 捲下去 捲下去 捲他嗎 好 但是他那18口就看不到 可能在下面 對 就是在下面 對 如果是行動狀態 應該會在下面 對 我看一下 我腳用 就因為他是 我腳用延伸的 看看 延伸 還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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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續續一下 好吧 好 抱歉 對 看一下 怎麼解決 只有你看到旁邊 這邊有一個 標記給出來了 對對對 標記給出來了 那個 然後呢 你看到 最左手邊 用你的看看 會不會有學的 接過去就好 你的是無界的 然後呢 他的最右手邊 這邊就是描述 那個 中間那些 這個 畢節的意義 譬如說 他說你檢索系列當中 他的層次怎麼樣 那個就是描述中間的 事情 這樣子 好 我們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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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辦好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就是 它這邊有分類 我們選藝術類裡面有 曾曾佛的這個答案 那它有列了一些幻例 你們想看哪一個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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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你什麼講 我看一下 才知七 八是不是 八是不是 對 八 好 有 有 你們有出來 你們有出來嗎 沒有出來 好 我們看 換歷史 換歷史 可以怎麼樣 在上面 在上面 對對對 有出來 有出來 這邊 右手邊就是描述 它說我檢索的時候 希望這個資料子裡面有一個中文字 叫羅密 好 那 這個就是 這一個 它有寫一個 這個字串 這個羅密 這個字串 那我 submit 它 我就送出去 送出去 它下面 看這個結果出來 好 那確實 找出來的 這個 item label 然後 大家看到 有看到 item label 裡面這個標題 確實都有羅密 然後呢 它這邊可以下載 這些資料的格式 你要 xml 可以剛剛介紹 xml的格式 或者csv的格式 剛剛介紹過 最簡單的那個 用 做好 separate c就是comment separate 這樣子的一個文件 或者用 他們常用的一個 那個 接手 接手這個 也常用 這個上面 那你呢 其實可以 你可以在這裡面 你假如懂這個語言 可以在裡面 譬如說 我 不要找 我找 女就好 他的作品裡面 有出現女字 那他就 有女字的 有女的外 有少女 有女人 這個就是 女人這個作品 這是在上海 任教的時候 的這個作品 那因為他這個 有一個HTTP 所以可以連結過去 就找到 可以連結過去 這一個檔案 可以連結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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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呢 在 左手邊 就是他本來的 MetaData 就是一般收藏品 都會敘述 他的一些 就是所謂 MetaData的 這個欄位 這個我們再回去 這個我們再回去 這個就是 可以講的 我們 加入 幫您 蓋上檔 這個 你看 什麼 不可 拆下 你不知覺 來 等你兩個來 可以看得到 有關於哪個作品的視筆 很少 那邊可以連過去 那比較 有趣的 可能是 看一下 在這裡 萬一六 我們試一下萬一六 那這邊的 好 就是 所描繪的是 實際的地點 所以他可以問這個題目 就是實際地點 不是一個虛構 像北回歸線 上野公園 秋之博物館 這個 就是 社會實際的地方 這邊的理會就是這個 因為他這邊問的就是 地點 用地點來描述 然後欄位呢 是屬於空間的 第一個他有敘述 這個欄位呢 是 special 然後可以做統計 因為他這邊有 所以上面有一個統計圖表 你可以點統計圖表 看到他地點最多出現的是 家裡 然後 上海也不少 淡水也不少 所以 因為他裡面 這些欄位 都有 時間 地點 能物 這種敘述 所以你可以做各種組合的 這個 詢問 那也可以 因為既然有空間 我讓他秀出地圖出來 地圖 可以 藉由這個地理資訊 就秀出地圖出來 所以這是 假如做成 連結開放 詞雕的時候 他 在 藉由這個 語意的連結 就剛剛講過的 主詞 授詞 還有一個 術語 這樣子連結 你可以看出 各種關係出來 好 大家 可以去 可以試看看他裡面 所列出來 有不同的幻例 生物學 人類學的 宗教藝術 就是 跟大家介紹 這一個 是 那 是 有 我们 我们 了解 这一个 刚刚讲的 这一个 所谓 RBF 我们 那 有这个 查询的 这个 语言 来运用 刚刚有介绍过 他做的一个平台 那 布恩利他有提到 他说 其实网路上 这种各个资料库 彼此的这个 语域 可以做连结的时候 他就希望成为一个语域网 那 余玉王他就举了例子 他说 我们传统查询 譬如说我要 去找一个药物来治疗 艾滋海默症 那 我需要去了解 在药理病理上面 这些 跟艾滋海默症的这些 目前的研究 像 蛋白质参与信号的 補导 还有 艾滋海默症相关的 这个 最低神经院相关是怎么样 但是你假如用传统的搜寻 大概 不太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 还有去当时举了这些例子 或2016年又查询了一次 但是你假如 这些资料有产生链接的关系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病名跟病理跟药物等等这些 的这个关系呢 可以被链接起来 就可以帮忙 这个我们去解决很多 要用人工 这样子来 这个链接的这个 所谓事件或者力量 那刚刚介绍的这个 中原原本的这一个 这一个 这刚刚大家看过了 就 不妥介绍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曾仁波这个 那他们也做成鱼类的 好 这是 今天 首先第一个跟大家 介绍的这个 LOD的观念 嗯 那第二个是 嗯 这个星期一 我有介绍大家 去参加他们的工作网 不过 抱歉 抱 提供的时间有点晚 我当天早上来想到 可以介绍大家过去看 另外有给大家一个 这个 材料就是他们的报告书 就是目前 做数位人文 或者数位文化 这个 相关的 这些 资讯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台湾的一些成果 在 中原院所提供的资源做到什么程度 那 那一天的工作坊 有两个 介绍 一个 是所谓 开花博物馆 这个观念 那由 徐正心先生 介绍 那我也有 跟他这个 请教 这个 这个 资料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那 早期 这个 台湾有 数位博物馆的计划 我们当时候 我们也出一个团队 去参与这个数位博物馆 那 后来 这个计划 五年左右 停止以后 就由中原院 来接手 去继续营运 那时候有三百 三百多个 输入博物馆的网站 但是 后续 中原院营运就想到 怎么让他 更进一步 发展 所以他们 这几年就想像 是不是可以发展成 开放博物馆 开放博物馆之间一个就是 开放 怎么能够 共享这些支援 那首先开放 大家想 这个 一座博物馆功能 就是电厂展示 还有去应用 那怎么来开放 首先第一个 大概是授权 那目前的趋势 确实大家都往这个方向 因为 资料是 被越多人用 那它那个价值是 更高的 所以现在全世界 很多 这个电厂单位 大概都往这个方向 在做 在开放 那 包括这边介绍的 荷兰 国家服务馆 国际有名的一个 改题基金会 或者 这个 这边介绍的这个 荷兰博物馆 荷兰博物馆 它提供 相当多的 这个开放资料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是哪个作品 我们家在荷兰博物馆 对 很容易得出来 它可以提供到 这么大的画素 一般 出入 在网络上开放常常 都是一个低画素 然后你假如要高画素 就要来再 请求授权 或者方法要 互惠 那他们的 这个开放的结果 发现 其实没有减少他们 博物馆 来馆的人数 反而正强 所以过去很多观念就是说 我这些 资料在网络上开放 人家都不来博物馆看了 不来美术馆看了 但事实上发现 他们 会引起更多人 想要来这波 包括这边提供的各类 艺术家 在用他们的这些资料 再去 产生新的 创作新的这些东西 新的这个作品 这是美国国会博物馆开放 资料里面 他还做了一个宣告 很有趣 他的宣告是 不管不拥有 产品任何确定 你们要用尽量用 不用再来问我 那台湾李梅树 纪念馆也是 整个都是开放 而且非常高的花束 他这里 非常高的花束 也就是 首先 他们希望说 不只是公开 在网络上公开 你要是不是可以做到开放 开放 因为假如没有 生命这个开放的话 就会在意用 改之再之上波 所以我假如开放 就是 大家可以尽量用 让他真的可以 这个深度开放式的应用 那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就是 有所谓息息 息息所全 那息息所全 他有不同的条件 他有不同的条件 那这不同的条件就是 优虚规则 你可以用 但是要遵守这个优虚规则 那过去就是 版权所有 不能用 那再来就是 息息就是 我有 某些权力保留而已 那像这些看到的息息所全 你可以用 但是要做心灵标示 或者要做非常远 或者 你说 不能禁止 是不是有禁止改做 或者你只能够用相同的方式来分享 大家看过这个符号吗 看过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叫做名字 C C这边是叫copyright 右边 所以这个叫copyright 它是往左边转的 所以有点想要听到一下的时候 这是copyright 不要觉得奇怪 其实就是讲这个 你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来分享 只能够用相同的方式 我不希望你去把我用不同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所谓性命 那这两个是互相冲突的 你不能用 对这两个 因为这个 那是禁止改做 那这个是 对 所以 这些组合以后 大概 这四个标章就有六种组合 大家应该熟悉的 那 从最开放的到 有限制 那这个 那这个 许先生又举了一个例子 像 这个 国家电影中心 他们过去有一个电影海报 那它的标志是这样子 就西西里面 要 有姓名 等等等等 这属于 copyright 那 一个创作者就可以把这个 他用这样子来 你就可以 这个可以做什么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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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让小朋友去 着色 着色的一个 类似 小朋友可以来玩 给他 小朋友着色 那也有 完全 晃气 我说 这个 我完全没有 Copyright 完全 ZERO 那 有一个摄影家 叫 陈斌华 他就是把他 他是一个专业摄影家 而且 用非常高科技的摄影器材 非常高画质的摄影器材的作品 他就开了一个歌展 就宣布 通通晃气 所以他这个展览叫做 告别 情人 也就是他从2012年把他作品通过原始的公开摄影 像他这个作品 具有非常高画书 中年约也去用他有一个作品 这作品 你们注意到 清晰到可以看到车牌 摩托车的车牌 车号 车号 事实上 原作是这样子呢 原作是这样子 那摩托车在哪里 摩托车是在 这里 一个小小的 哈 哈 哈 南语 难语 蝴头坡 蛤 所以你看 他这个作品 他这作品可以放大放大放大到 這一段就是這一段 而且清晰到可以看到側 那包括飛機 飛機裡面的 所以他這邊有做了一個 對就是說 各個電腦機構所開放的 數位影像的大小比例 這最大的是都會過路外開放 對 那故功能是 最低的 最低要求是 可以看得到的 有畫素的 那荷蘭博物館是到這裡 這個畫素大概 柏林博物館是到這裡 那這裡就有介紹各種電腦功能 那中醫院他這個計畫是希望 開放給全民來這邊策展 就善用他這邊所提供的工具來做 數位策展 他的期待是這樣子 希望開放全民化 那這邊他就提供各種模組 你將來要做展覽 展示或者分析 所以我們有同學好像未來要做策展 這個 開放過關 或許是一個參考的工具 也就是你可以實體跟虛擬來搭配 那這樣子的一個效果可能會更好 這邊有提供提到 比如說他有哪些模組 那展覽裡面 你假如是在網路上要嘛 就是橫左或者柱柱 往下滑往旁邊 像剛剛我們電腦就沒有 那這裡呢 他們出去大概提供這三個模組 一個展覽 可能可以去表達空間 這樣一個地圖 可以表達世界跟空間的關係 也可以用故事敘述 所以同樣地圖呢 可以從三個角度 摸出來敘述 那這邊就有提供說 將來展示可能是 類似像這樣子的 這一個 所謂呈現 這個是 客觀博物館裡面 他們跟台灣音樂館合作 做音樂文化地圖 那這裡可以看到 有收集的 這個資源有多少音樂家 多少音樂作品 物件還有地點 那可以呈現 某一個人能務事蹟呢 他的活動軌跡 做敘述這個軌跡呢 可以配合四件 這個人 高慈美 這個音樂家 在1914年 2月17號出生 他的聖品 他到 看起來是到日本 游學 策展人可以自行 來設定產品的地點 來敘述 你可以帶有方向性 或者單純 來展示這個步步 這個是也是跟 台灣音樂館合作 去探索這個 台灣有一陣子 在做民歌采集 做五十年的特展 那 因為五十年了 所以他們去找歷史地圖 真的找到這個製片場 這製片場現在已經沒有了 但是歷史地圖可以找得到 這個1957年 福山智 對 製片場 導演 拿著這個 資訊 所以他這個地圖模組可以結合GIS 因為 可以套疊不同時期 歷史的 這個圖層 所以 未來 中國館展示其實 假如善用這一種 平台或者工具 它的可能性就 更多元 另外可以做數位敘事的時間作物 他們做過一個特展就是 就是 檳榔文化 所以 是檳榔這一盒 就是配合 舌劍的模組 那 這檳榔在早期 中國藥書裡面 千金黃 千金一黃 這個孫氏苗的 策展人可以定 哪一個時間區段 哪一個時代操感 那針對病人 在中國歷史醫藥的運 這個領域裡面 怎麼被描述 或者應用 那這些因為 有很多都已經數位化的資源 所以你可以 去善用這些 現有的數位化資源 那 策展人 譬如說 他可以去定 有哪些事件 或者 屬性的分類 譬如說他們找到 日治時代 這個各 中廳 檳榔的產值的資料 你 因為這些資料已經有數位化了 有資料 那 整個去用 可以看得到 他弟弟的分布 跟產值 從台北中 一直到台東 所以 產值的 就是時間分類 那 未來展覽這個 在 手機的運用 或者電腦的運用 大概一個是 往旁邊滑 一個是 往下捲的 所以在設計 假如是很左的話 這個是 那個 檳榔文化特展 可以像 歡叔一樣 越南 那你可以強調 圖像敘述 還有章節功能 因為這邊可以 章節的 這個 形式 那 假如 種族的話 這個 畫面 這個 就比較適合 文字為主的策展故事 他有做這些說明 那 跟 其他相關資料做連結 另外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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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善用這個 社會網路分析 的這種工具 可以去探索 人跟人 還有組織 還有事件 還有機構之間的關係 可以視覺化的呈現 這個 哪一個人 這個人 是 像這個 這個藝人家 郭子苑 另外一次 我們學校的老師 湯瑪諾 那他們 中間有一個 小集 叫 什麼小集 製樂 製樂小集 製樂小集 所以 這個 看出 郭子苑 跟製樂小集 然後 這個關鍵連到 幫我 老師的 這個 這是 幫我老師的 這個社會網路 跟 郭子苑 老師的 這個社會網路 所以 可以透過這個 視覺化 可以看 可以讓我們了解 隱墨在 這個 資料裡面的相關性 然後 來做 全向的描繪 跟 類型 灰性 那這種社會網路 可以做 像 時間過濾 時間選擇 我要選擇哪一個 時間段 這邊有一個 什麼段 這邊有一個 時間 另外有 或許是 事件或許是 人物 那 這一個 叫音樂家 行動 所以 可以看得出來 人 跟這個 組織 這個 智悅小集這個 組織的關係 然後 這邊可以 點進去 可以看到他 節點的說明 這個節點代表 是什麼意思 代表 在1961年 3月3號 這個 他參加了 智悅小集 第一次發表會 發表了什麼 去 取目 再來 到1965年 或者到1967年 這個節點的 關聯性 在這邊就可以 呈現出來 好 他們 未來 就是這個 科學博物館 希望未來能夠 提供 更多的工具 來用 譬如說 圖像標記 大家看到葉璽這個作品 這個圖像做 圖像標記 這個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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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標記 像他們 怎麼樣 你們有什麼發現 我快就掉下去某一個同學頓悟了什麼事情 可能是古人有一些回憶 有可能有可能 七蛙泡入水中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面接資料面接過來 像那一位曲先生就說 目前有很多老照片 台灣老照片 但是很多都沒有沒拿電腦 不曉得到底 這個照片的一些內容是什麼 所以他們很想利用這個網站開放 讓全世界人 當然是主要是台灣人 來做圖像調集 看到我知道這個照片 這個人是誰 這個場景 像我們剛剛的照片 我們有同學就很厲害就認出來 地點 熟悉 那這個開放給全民來做圖像表情 那這個 我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這樣子的一個資源 它就更有價值 因為我曉得裡面的內容 還有 還有 甚至 還可以提供關係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是這個人的朋友 這個人是這個人的老師 摩甲是摩甲的 這個 可能是 合夥人 所以這些圖像標記的工具呢 可以讓 我們手投的資源 所謂的資源 所謂的資源 更有 這個 價值 另外 這個圖像標記 可以跟文本 這個文本 這個 權威詞標記 除了權威詞 我們上次也講過 權威詞 其實 是 規範詞 那也就是把 同意 或者人民的權威詞 同意的 做規範 這樣子才不會說 像 我叫做 會民 是會民 但是我本名叫公民方 所以 你看到 有一筆資料 敘述公民方 有一個資料 敘述公民方 有一個資料敘述公民 或者是會民法師 可能 你連結不起來 但是 假如有一個 規範資料部 他已經幫你連結說 其實 公民方 就是 是會民 是會民 就是會民法師 那你 這樣子的 這個資訊連結 就會不完整 就是權貴資料 然後 這個權貴資料 就標記 你可以做點簡 譬如說 這個敘述 這個甲蟲 在 具有兩個 端小的 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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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錢 頓 好 這個時候可以 弱海賴前 就是指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一個 讀文本 不會純文字的去解讀而已 可以跟圖像 之間 產生連結 那另外这一种所谓称文字的版面 怎么去 或者一页多图的版面 可能是扩大的版面 你展示也可以做对比 这个也是常用 就是before跟after 本来还没有见之前 这个地方 是这样子 见完以后定义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那一天 许先生的介绍 就是说未来 台湾博物馆的可能性 那 这台湾博物馆 也可以 在这一个 想不可以看到我在这里 看到我 就是大概目前 一些 他們有做一些 案例 案例的展示 待遇一片時代重要的木材 那這場人是誰 這個是國家電影中心 當然是 目前是有這個狀況 那另外 國外 順便還有一點時間介紹 國外 國外 有一個發展 他們叫做文化 主 那所謂主 就是 這個界尾詞 OMIX 這就是 中文的文字 OMIX 大家可以想像 有什麼前面可以加 什麼什麼 OMIX OMIX 還有嗎 什麼什麼 OMIX 新的一種 學術領域 OMIX 來吧 OMIX 前面是什麼 怎麼騙前面 M 要不要寫一下 他要單獨的 就是前面可以切開 什麼什麼OMIX 大家應該 大家應該有聽過 基因組的技法 Geno 對 基因組 也就是 大家假如在網路上去查 這個 這個 KARGENOMIX 這個可以了解 這個 這個 這個網站 主要是他去運用的Google Books 因為Google Books掃描全世界很多印象品書籍 所以大家搜尋的時候會找到Google Books 他透過這個Google Books的資料來探尋文化的Train 就是他的趨勢 他提供了一個網站叫做Enground Viewer 就是這個 打開這個網站看到他的幻例 他的書籍 收載從1800年一直到2000年 可以看得到裡面三個人物 然後隨著時間的校長去世 那什麼叫Enground呢 這個Enground Viewer 大家可以看有給大家的資料 什麼是數位的文 有 有創給大家嗎 像杰老師 跟圖先生 他們做的 我不曉得大家拿到這個資料會怎麼去讀 你們用什麼方法讀 就這樣子看嗎 還是什麼 你說讀的時候會做什麼動作 會做什麼動作 對 我只會印出來帶著他 蛤 我只會印出來帶著他 蛤 我只會印出來帶著他 OK 還有嗎 不要印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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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嗎 不是 滑泉 滑泉 好 謝謝 等一下 等一下 看到沒有 我做了什麼 然後 它的章節表示 所以 我對這篇文章可以看到它的章節 所以我在讀的時候會做這個動作就是 想 這是一個章節 我還來起來以後 我還來起來以後 我再做一次 還來起來以後 這邊有一個 Outline item 我點Outline item 你看它就出現在這裡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連結 所以我 我將來看這裡 點到人家就跑到這裡 那我要看第二章 我就跑到這裡 看第三章 就跑到這裡 看第三章的第一節 就跑到這裡 第三章第一節就是這個 磁平文章 你把他放到這裡 你把它放到這裡 那 它這章節可以分架構 第一層 第二層 因為我可以移動它 拉它 就移動架構 上一層下一層 那剛剛講的 Encronum就在這裡 Encronum 就是Encronum 那這也是 那這也是 上一節 有同學問到 就是 在 數位化處理 各種不同語言 上面我有回答說 其實有不同的 困難跟障礙 像 英文處理的時候 因為我要做持平統計 第一個要處理的就是 因為英文是 屬於 曲折瑜 就是 漁惟變化 裡面 漁惟變化 所以呢 漁惟變化 單數、負數 你假如用單數 就找不到負數 那負數又有不同變化 動詞也有變化 是可以曲折瑜 所以這種文化有不同 這個 所謂 漁惟變化的 就需要把這個 漁詞做一些正規化 方法統計會有問題 那因為中文沒有 因為變化這個也是 但是中文要處理就是斷詞 那些詞要斷 所以這個是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持平統計 就是 我做持平統計 有一種方式 他是給你提到的 就是 我做持平統計的話 有一個方式就是 我去複裂瑜 我不要去複裂 我不要去複裂 我讓任意 NN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代入 1 2 3 4 5 任意相領的字 相領兩個字 都視為統計的單元 譬如說 我這個數位能穩 這四個字我要斷 這四個字我要斷 我們 語意的判斷 切成兩分 數位 能穩 對不對 這是一般能穩的判斷 數位 能穩 但是我假如用 bigram bigram就是二 兩個字 任意兩個字 連續出現的 都會把它視為 是一個字 所以這個時候四位的人 就會被切為什麼 數位 對為 任意三個字 這個就是 兩個不能 那這個方法的優點呢 我這樣子就不要管語意了 我就可以自動 處理全文 而且可以避免能為的主觀判斷 來進行斷子 這個 管著這些可能性去排 到最後另外就想 欸 這兩個字 字最多啊 他的 他的多少 可以 來做 短記上面的處理 那這種 磁瓶做的研究 也可以做 風格分析 那我們來看看 剛剛講的這個 engren 他這邊就輸入了三個人名 埃塞 還有 哪一個 富尔摩斯 對 富尔摩斯 壞人 對 那 他這邊有一些選擇 看一下 可以選擇中文 目前中文只有間體字 目前中文只有間體字 間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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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說的書 裡面 對 中文是 跟這個 相有相關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就是說 純粹 你們想到 對 一開始 書 書 這樣子有一點 那個 書 用人名 對 專有名詞 就比較 曹雪晴 草 草 雪 雪 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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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是 晴 好 然後 13 13 13 出來 可以看到 曹雪晴在 目前的資料裡面 從 1952年 PIC 最多提到曹雪晴的是1976年 不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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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課 然後 這個 降到1979 又再生一次 那另外一個 小PIC是1960 這是 夢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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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所以 你不用 等於是 刻意去做 做調查 回記 藉由這種 海量的 這個是海量的樹 少了 好多好多的樹 大家可以知道 海量的樹 就可以知道 從書 書記反映出來 某些人物 還想 知道什麼 譬如說我們在試驗 那看白鮮勇 白鮮勇 白鮮勇 我看一下 沒有發現 難道是勇 需要 沒有寫錯嗎 白鮮勇 沒有寫錯 還是解體制的問題嗎 勇和解體制 編成英文可能會判過 編成英文 但是他是找中文的人 那我們找英文 找英文 白鮮勇的英文是 什麼 糟糕 算了 你們自己可以去玩 Google 英文 或許以後對你們 或許研究或許工作是一個 好玩的 工具也不一樣 因為他可以看到 海量的資料裡面看就 穿得出來 整個人的去 就是那個趨勢 這是第一個想介紹的 第二個也是有趣的工具 叫做 不曉得他用過這個 這邊是一個說明 怎麼使用 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教育網站 教育網站 然後這裡有提供一些教學的 材料 然後 好 好 好 他又出現一個 畫面上 縮小臉 對 縮小臉 這個是 也是一個 有趣的工具 你可以 上傳 各類各樣的 題材 的 東西 像 我做研究 要用到 一個資訊 看一下 好 這是 玉加斯蒂論的 一百券 一百券的 整個 就是我的網 我做過這個網站 但是 這一百券的資料 我丟上去以後 他馬上幫我做分析 看得出來 最高 食品出現的是什麼 魚 故 所 諸 者 然後 這一百券 他出現 這些 高品出現的 他的 在每一個地方出現的 這一個 高低 譬如說 這個是索 這個藍色的 這個紫色的 綠色的 這個 故 出現高低 折 折是這樣子出現的 定義 豬 然後他會 出現 前後 這個魚 他前是接什麼 後是接什麼 所以 能難得讀 叫機器先 我們讀一下 到底 裡面最關鍵的是什麼 或者它的 類似 或者 Document 這個可以用 這個 用這種 所謂 C-X的方式來 呈現 也可以用TEN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 做這種 文本 文本的分析 這也是一個 最有趣的 真的 可以用 這個 好 我們 時間 如果可以休息一下 下一節再 談 其他有關於 數位能力的 平台 或者 發展的可能性 好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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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有關 的 我們 我們 有關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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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會 我們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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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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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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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 are planning to use these materials for digital curation 好 我們最後一節 謝謝大家在稍微複習一下 前兩節所說的一些工序 另外像這種視覺化的 這也是國外的一個趨勢 有視覺化的文化 這也是 從美國的MIT 所以在2000年開始了一個計畫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個趨勢 另外一個是歷史的資訊信訟 中國歷史的一個資訊信訟 這也是一個跨國合作的專案 這也是 很有名的一個數位人文的 平台 最終是有關於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 這也是一個跨國合作的 一些計畫 目前 國際及格有名的 這個數位人文的網站 大概 是 像這樣子的一個 蓋光 那 中原院剛剛有介紹過 那另外 那另外 台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 他們發展一個 數位人文的學術研究平台 叫做DucuSky 它有提供一些工具 讓你 希望說 你建構你個人的 數位人文的平台 這也是 一個方向 台灣可以運用的 那教育部 當然 也是希望 各個學校去做 所謂數位人文創新 課程 非常 那也鼓勵 老師往這個方向 來申請 這個 專案補助 做成 就是為數位人文創新課程 也是 目前台灣 台灣的一個方向 隨著這個點燈網 我發現他們好像有 有一個社群在做研究分享 可以分享一個技術討論 譬如說有些老師他們 他們 在使用方面 有什麼 心得 或者技術上 有什麼困難 可以在上面 來互相分享 這是 台灣目前 在數位人文上面 提供的 這一個 材料 那 我們 這一集在 介紹 也是 跟 眾議院的工作坊 王翔安先生 他介紹了一個 數位人文的研究平台 這是 也是眾議院想要發展的一個方向 然後 他們首先就 介紹這一個平台 提供 文文學者 就是 相對於傳統的研究方法 那假如 藉由 數位人文這些 技術 或者觀念 可能有哪些問題 可以 突破一些傳統研究的 這個限制 那他 這裡就 舉出了 七個例子 算是研究案例 第一個就是 真正使用的藥物到底有多少 在中國歷史上 整個藝術 那當然第一個要所有歷代的 從最古老的 皇帝內金開始 一直到 大概說幾道 宋以前吧 三十六百 那再來就是 建立這個要民的權威黨 我想就是歸判黨 因為 有些藥民它有 別民嘛 像甘草 別民 蜜甘 蜜草 美草 國老 那你這些要把它 做整理 然後給它一個ID 就是一個 ID的變號 唯一 所以每一個 藥草 好像有一個 身分證一樣的號碼 身分證號碼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都別民 但是 身分證號碼 就不會重複 過敏方 可能 台灣有很多人 叫過敏方 出家人 也不少講會民的 一講ID 就是我身分證號碼 就是一個人 這個現在把它做起來 那總共做起來 結果發現 大概 中國一代出現的別民 大概有 一個 十五萬 一萬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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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病針 大概有四千多種 然後 這個 製藥的標題 一百多種 所以整個建立起來 大概可以找出 一萬五千多個藥 的別民 那真正 在醫書裡面 就要 用到醫書裡面 用到的 大概 只有一萬三 也就是八十四大作業 所以 一個簡單的 這個 所謂 權威黨 規範黨的建立 大概就可以 初步了解這個題目 因為它有建立起 這個 ID的編碼 就 那另外 它就可以 用這個 統計 數字來建立這個 圖表 從三十六 藝術的中 比較古老一直到現在 送 這個 是一個藥物的 這個總民的狀況 另外它在想 中藥裡面最流行的藥物 最藥物 最藥物 最藥物是什麼 你們才藥應該是什麼 中藥裡面最藥物 單烤 很多人都會菜跟草莓 但實際上是生薑 生薑 生薑 不是薑 一般用的 就是生薑 生薑 所以中藥裡面 就是生薑 所以 沒有錯 那應該是北方嗎 它是整個統計 整個醫師統計 就是數字 數字 數字成學 對 生薑其實 是 我以前是北醫藥學系 我也有考 中醫檢病的工作 所以確實沒有錯 我們印象都以為是甘草 甘草是百藥之長 但是 我發現生薑也有道理 生薑也有 那這兩個以外其實 是地方 拉肚也有用嗎 是要 卸 對啊 拉肚也有用 不是不是 跑過來 它要卸 它不能用 它這個會讓你拉肚也有用 要讓它拉肚也有用 OK OK 我以為是這樣讓我這樣 就卸 卸 對 卸 它不一定會拉 但是它是一個環線 很新鮮 所以要應該是把 這個 或許不好的東西 比較容易排 排卸出來 在流行鮮 然後 常用藥的時代變遷 36本藝術裡面 常用的時代變遷 這個是有地方 做的一支 然後 當歸 在 這36本藝術出現的狀況 然後 醫生 他喜歡用藥的 分析 像 大概這個 應該是原廠左右吧 這位 醫生的紀錄裡面 他 用的 生薑 次數最多 他的藥房裡面 但是相對於這一位 龍 東元醫生 他 生薑就排在比較低 他的比例在講 治療 特異疾病 是不是用病人 一定要用什麼藥 這個就是用社會網絡的 呼吸的工具 社會網絡 肝草 他大概都會跟哪些症狀 列在一起 那肝匠 或者黃年 或者麻煩 另外去找中藥裡面配偶 有沒有規御 因為中藥有所謂 就是軍臣作使 以身為君 以身為臣 祖父 為祖 然後用那些是 祖 祖 使 就是 帶往 疾病 病臟的地方 還是怎樣 看這個有沒有 他的規律 那他只要用 基本上用這個關鍵字來 做出的地方 可以 看出這個規則 軍臣 祖父 是 這個規則 那 在傳統醫書對於 光閣這個病 大概有兩派的說法 就是 有些人認為是小便不同 有些人認為是大便不同 那 他從病徵 痴病的統計 跟藥能的痴病統計來看 那到底真的是 跟那個比較有關係 那 看他使用的藥 就是 看起來 看他使用的藥 從藥來看 看起來好像是 或許跟大便不同 比較有關係 大法 對 所以 他們發展這個平台 就是 希望 是不是 提供 學者 一個整合的工具 因為我們剛剛看 假如要做吃病房具 可能要到那個網站去 要做什麼東西 可能要到那個網站去 就是要 視覺化可能要到那個網站去 他們希望 可以整合在一個網站 一站 來滿足 就是 那位學者的尋求 有這樣的一個企圖 集中在這個 不只提供工具 還提供資源 包括可以 多人協作 所以 希望有這樣的一個 可能性提供 第一個 大家就說 我有海量的文本 67.51的文本 字啊 4.1萬的文本 再來 我有提供 各類各樣的 權威資料庫 或者規範資料庫 人名 地名 或者是藥草 所以 我有限制的那裡 那你也可以自己做 丟上去 另外 大家可以去註冊 這個 那個 參與 就是參與 然後這邊就說 我有提供這些功能 你可以上傳 你可以丟你自己的東西上去 你可以下載 別人提供的 然後協同連續功能 可以閱讀 或者做標記 做知識分類 那一般就是搜尋 結果 統計 或者我有做文本比對 來可以做統計分析 另外做視覺化的分析結果 講了機會可以去 這個品牌註冊 那 大概 可以操作實際上 來操作看看 那 這裡就有提到 它 上傳和下載的 實際上狀況 大概有哪些 可能性 你上傳可以 有各類各樣的 格式 去回答 或者你直接用 中心所提供的 這邊就有提到 然後整個共享 閱讀 這個是醫術的例子 這個是醫藥類 哪一個書 上岸論 裡面的章節 那這邊它有一些 這個全微檔 或者有規範檔 那你可以利用它這些工具來做 可能你自己要手動標記 或者半自動標記 因為它有這些現成的 規範資料庫你可以用它 譬如說 因為它有藥物 這個是規範病 所以文本裡面 出現藥物的 當然可以掛出來 或者藥物 這個病真病原 所以 這邊就自動出現 這個是一個病理 叫太陽病 這是一個病 病真 不好意思 那另外這個是可以做 痴狀調記 那你讀到某一個 資料 這是一個人物的日記 那你標記 這個人跟這個人是朋友 做一個關係的標記 這個是 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做 然後來做管理 宏龍龍裡面 王夫人 跟賈寶玉 是什麼關係 就是母子關係 那王夫人跟賈寶玉 是母女關係 那其實這個就是 一個便捷資料 一個主詞 這個就是這個主詞 然後這個就是壽詞 然後他的術語 那術語就是用 母子 母語 祖父 神子 姊妹 姊妹 然後你也可以借用這個來管理 標記詞 建議階 那當然可以查詢 那要做統計 還有篩選 這個是 一些例子 以人生為聚會的什麼為止 那另外也可以做相識段落的比對 你把這筆文獻跟這筆文獻做比對的時候發現 可能裡面這一段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可能是引用它或者載入它或者找它的比對 這個能夠比對還比較輕鬆 你要找段落中出現相同的字或者句子 或者說這麼一個比對 這邊有一些條件可以做選擇 譬如說相識段落或者三 然後比對玩座差異分析 聽說黃龍夢前八十回後四十回 可能不同的作者 那它就用三字詞來看 統計的結果 這個詞品出現的狀況是怎麼樣 像有什麼 有什麼的話它比較高 它這邊用的比後四十回跟箭八十回 它這邊標示的是說 這邊比較高 那這邊這兩個比較起來 比在箭裡這個比較低 那另外也可以做權威詞的磁平動機 那剛剛介紹的這個所謂N字詞的磁平動機 你要選1、2、3 另外哪些詞跟哪些詞 就是貢獻的統計 同時出現 甘草跟貴形 在同一個段落出現 然後關鍵詞貢獻的 然後再做統計 是一些研究的可能性 那統計網可以做世界化的分析 另外也可以做文字語的呈現 就像剛剛那個例子一樣 在本草崗墓裡面出現最多的是甘草 可以看一下最多 這是本草崗墓 其次是黃年 再來是複子 然後也可以做圓柄圖 另外社會網路 剛剛有介紹的本草崗墓裡面 那這是紅樓夢裡面的關係 社會 利用社會網路的視覺化的方式 另外地圖呈現的磁平動機 還有地圖 還有圖子 那就是那一天 這個黃 黃香濫先生 他對於這個平安 做了一些說明 和希望的一些未來的彰化 等等這些 好 這是 就是 可以 我們 我們 介紹就是台灣目前提供的這個平台狀況 然後 然後 最後我想 還有一點實踐 看 大家有沒有 對這一次 課程 上一次到現在 這個 關於 數位人文 或者說更大的 一個主題 就是科技 文化跟社會 因為什麼想要特別提出來討論 對 對 法律 我們就 同學 在群組好像有提出一些問題 老師 我問 現在那個 那個 語域的那個分析 其實跟運算的速度 如果將來更大的話 對不對 那現在運算到量子電腦運算 那將來這個運算的方式 可以解決語域的這些 他只要那個 詞部或是那些例 他就可以去比對 又更快 不可能 這個部分 我比較 不太 不知道 這個可能性怎樣 因為 以我們現在做的例子 在做Triple 有一個平台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 請一個 學者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 嗯 對 他 這個學者是一個法國 學者 那 他也是在提這個 所謂 對 LOD 這個 這個觀念 嗯 那 因為這個 要 嗯 有一些需要 人工 或是半人工 來處理的 一定 對 所以他那時候 介紹了一個 這個 工具 因為首先要 建立 這個 Wantology 就是本體 知識本體 那這個 知識本體 這個工具 是免費可以下載 長這個樣子 是 史丹佛大學 所提供的 但是假如我 我想打這個 Proteg 對 可以找得到 嗯 P-R-O-T-E-G-E Proteg 提 好 那像建立的這個 跟 預算之間 還要有 還要有軟體的技能嗎 嗯 是這樣子 嗯 嗯 嗯 漁網 是 等於是 嗯 應該怎麼說 嗯 嗯 嗯 因為 每個人的資源都不太一樣 好 那我有一個資源 譬如說他有一個 嗯 西藏的一個 掃描圖檔 嗯 嗯 那我需要去 把這個 圖檔 描述 然後做 連結 說這個 這個 資料是 作者是誰 然後他 編號是什麼 然後我再提供一個連結的 這個 資訊 然後別人 別人假如 正好是同一個作者 的另外一個資料 因為作者同樣 他就連結回來 主要是這個 這個部分要去 表達 這樣子 他就介紹這個 這個 這是一個 免費的 做這個 知識分理論的 一個editor 一個編輯器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 下載來 運用 運用 那 這個 像 像我們也是 做一家四六院的 資料庫 那 某一個文本 這是不同文本 一個是1579 一個是1529 A的文本 和B的文本 那我要把 A跟B 文本連結起來 說 其實 A跟B的關係 它其實是 註解的關係 它的註解數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找到這個A B會帶進來 A就進來 那 像 某數智 或者 不同的文本 怎麼來 建立 這個 這個 關係 他們就要 用 這個 O de la Sparkle 都是這樣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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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 就是 阿DF 然後在這裡 怎麼去描述 他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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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person 名字是聖地的老 他是 他記錄這個詞詞是屬於放名 放名 假如作文名字就要寫集天 作文的名字 做這些敘述 然後 這個 他就介紹 這個product有長這個樣子 其實有長這個樣子 他有告訴你 這個ontology 就是本體的樣子 怎麼建議 這個 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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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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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再展開 再下一層 下一層 所以它這個有一個機會 所以你要用的時候就很方便 你自己判斷是這個 然後拉進來 那你那個本體東西就不會亂掉 因為我們自己 我們每一個人的知識本體有限嘛 所以它已經幫我們建國這個層次 那你在建國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這些不同的使用的方式 然後再做出來的就是你可以去加建 加建這個運作 所以出來有 那就會帶出 像這樣子的一個限制的東西 讓你去用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像賈丁 我這個是一個 Pound object property 南華人 那這邊有細微的這個細像 譬如說 King with 或者它的language 或者它的license 或者它的language 或者它的license 那這個一個event的話就有 時期 或者地點 或者任務 所以它這邊都把你設定好 然後基本的比喻關係 它這邊有比較標準的這個表達方式 所以它這個object property的這個 hierarchy它的那個階層 可以藉由這個object property這邊的功能就顯示出來 然後呢 譬如說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的關係有可能是小孩 或者客人 或者是孫子 祖母輩 或者是姻親的關係 它這邊都已經有設定好 你可以直接用或者去改 或者怎麼樣 然後同樣是這個 裡面又有分細節 它是brother as a sister 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一些細目的地方 像臉要處理臉的問題 它有一個expression是什麼 內部是什麼 然後呢 這個人的出現呢 它在三八三年 然後這個人在四四二 在裡面聽出去 在這邊 跑出來的 可以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 算是工具 你不用自己在那邊 然後這是 這個 男性的 那 表達的方式 那這也是 在表達 好 所以這是 目前 在做LOD 或者魚 網關系的 這一個 工具裡面 這是 全世界常用的 這個 project 所以 它的網 網頁 這邊有記錄有多少使用者 好 看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好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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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幫我唸就好嗎 喝順看 好 好 好 去哪裡 好 是因為有分享一個 X Mile 然後 因為 前是做中世紀研究 所以我發現那個記憶樹 是中世紀的 然後好像變成一個 現代版的APP 然後覺得很有趣 所以那個 俊恩老師又說 所以那個 所以古時候很多事情 現在可以把它變成 那個 數位版 就是 古時候的智慧 變成數位版 挺不錯的 嗯 然後另外就是 就是 就是在目前啊 這個資料當中啊 是 包括老師剛剛說的 就是都是關於這個 科技數位 想要幫人文 多加一點方法 然後或者是資訊 不過 比如說以風格來說 我們那個 修詞裡頭 其實有省略法 就是 就算講風格 因為你都在算有的 其實算不出沒有的 那 心理學領域 有那個法衛機制 就是那個創傷症候權 然後 它其實也不說 最重要 就是沒有看到的東西 最重要 那其實我們在數位 人文這一塊 很難去分析那個 看不到的東西 那其實我自己喜歡 那個 經過冥想啊 不是要放空啊 然後 不然就要被加很多東西的時候 就是有點緊張 就是 就是說在這樣子的時代裡頭 怎麼去 又要加東西 然後又要放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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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 交流 其實 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第一個 我覺得 我 我也常常跟同學講說 我很喜歡兩種腦 一個是電腦 一個是人腦 一個是人腦 這兩方面的知識 我都很感興趣 那 那 我常常講說 我想 善用 人腦跟電腦 來解決環擾 來面對環擾 剛剛講的 焦慮也是一個環擾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 這些數位資源 第一個 節省我很多 記憶體 你要換空 各東西換空 不然的話 你看我今天假如 沒有這些數位資源 我 純粹 一個人來跟大家講 你看 我要用多少記憶體 記住 這些資源 所以我昨天晚上 可能開始睡不著 因為我怕忘記 忘記那個 忘記那個 所以 第一個 他節省我很多 記憶空間 所以我省下來 記憶空間做什麼 就可以做很多 思考 或者 影響也好 或者 你想做的事情 就比較 有可能 這是第一個 資源來講 所以電腦也好 影響也好 都是我自己的顏色一樣 第二個 工具 像 像這種 簡單的 剛剛講過的 這個 簡單的 工具 我怎麼去 秀出 所謂 它的這個 還是這裡 嗎 桃在這裡 就是 所以我 讀完一次 我每次讀的時候 讀完一次 我以後再利用 就很方便 我不用從頭看到的 像我剛剛碰到英國人 我馬上知道 在這裡可以看到英國人 因為我在讀的時候 我已經 把它的階層 等於是我 把它的架構 分析出來 那我很簡單的 只有用一個 Outline的功能而已 所以我讀完一次 一步一腳印 我下一次再讀 就很神秘 而且 它這一個文獻裡面的主要架構 基本上我有抓住 謝謝 這個可以把它說起來 我就 沒有辦法 我現在說 這本書 就是談這五個主題 馬上就 提倡介意 然後呢 這五個主題裡面 三跟四最主要 為什麼 三跟四有小主題 所以我再把三打開 這三裡面有幾個小主題 有五個小主題 那這五小主題 其實都是我剛介紹過的 就有人計往後分析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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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功能而已 就解決我很多 這個問題 所以我個人就會去 像舉個例子 我個人 就會去 做這一個 像我這部電腦 我希望它 有哪些 基本的功能 我希望有 第一個我希望它跨屏欄 因為有些是只有在PC 只有提供PC的使用可能性而已 所以我希望它跨平台 所以我需要這個軟體 這個Pairro 它可以跑到Vidus 所以我這台需要有一個跨平台 那我跨平台來做什麼 因為很多這部網站只有提供IE 我用Clive去加強它的檔案管理 因為它可以做這些功能 另外有些Database 也只有提供在Windows的環境 所以我已經盤點好 用它來做什麼 那我要用什麼軟體 用什麼資料管理 再來我在 我的browser 有三種browser 三種browser來做什麼用 Chrome來做什麼用 Firebox做什麼用 Sava來做什麼用 我就把不同browser的特性 所以我們就分開來 治療 那我希望我軟體裡面有一個 海量的磁點 就有 這個 收集這個 三個海量的磁點 還有我怎麼來做一些資料 自己的磁點 加進去 也可以 那我資料管理 我要用Finder的話 我需要配合什麼 配合哪些 自己的軟體來做Finder 我Editor要用什麼 我的編輯 文書編輯要什麼 假如做XML的話 我要Oxygen 我假如是 出文字編輯用Taxman 我就把它連起來 我要去處理Monitor的問題 只要用什麼 那Node我要做 我用Evernote 這個是雲端筆記本 這是雲端筆記本 Evernote 它可以把我每天 今天閱讀的 左邊閱讀的 所以它是一個 月端筆記本 這是 我用的筆記本 叫做 Notion 這個筆記本 這個筆記本 也是 很值得去Build 為什麼呢 像這個 Node 就在我的Node 這個 Evernote 裡面有記載 你要選 好 在這裡 好 那我教訓來 其實呢 它已經記載 我什麼時候記載進來的 這是 2019年9月27號 然後從哪一個網頁 它都自動記載了 所以我根本不用記載 所以我根本不用記載 我點它過去 它就把那個網頁過去 它就說 這個 筆記本 Notion很好 它開放給學生免費升級 所以你假如 你的 每一個電子郵件是 EDU的 都可以免費 有 這個很好 Notion for students 這個是 覺得 滿不錯的一個 這個單體 可以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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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最近除了 Xmine 以外 Evernote以外 就有的 然後 我最後去了解 這個Notion 到底有什麼 厲害之處 我就在網路上 剛剛講過的 這個筆記本裡面 好 裡面有一個挫折 它就分享它的紀念 他說 這個筆記本 它就說 它有三個核心功能 它可以當 這個 Pagebroker用 也可以當 VT資料 也可以當 團隊任務 代辦思想用 那另外 他就 舉實力 他說 譬如說 你怎麼來打造一個 很專業的旅行計畫筆記 他就 把他的步驟 講出來 怎麼去做這個筆記 然後呢 他說其實 他這個筆記的功能 把很多 有名的 軟體的功能 整合在一起的 譬如說 線上的表格出記 這個 AirTable 他事實上有 有這個功能 可以插入預算表 你一個旅行 你的預算是 也可以把 這個 行程計畫看板 Tradle 這個有名的 這個軟體呢 可以整合進來 你只要做這個 Jarboard 就好 他就插進來 這個 這個就是 秀的一個 例子 譬如說 Tradle這個 所以 然後 你可以切換 Page 或是哪裡來寫什麼 都可以 所以我就 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表格 利用這個 X-Mine的表格 來整理 別人的紀念 他怎麼舉用 他提供了一些 這個 步驟跟案例 所以我整理好以後 我要用 就 比較不會摸索很久 因為 借用別人 這個 所以呢 我現在 這一個 Mine Pro這邊 又可以 增加一個 叫Notion 要把這個Notion 變成我的 數位空虛 而且 可能要把它 提到 跟Arenor 一樣的層次吧 嗯 這樣子來用 這個是 我自己規劃的 這個 數位空虛 就 就蠻好用 那一樣的 像我剛剛 噴到什麼詞 我一定是去 獲得 詞給確認 那我就用 有一些ABLE 請問的詞 你看 我 這麼多的詞給你 還讓詞給你 就在同一個界面去 把它搜尋出來 包括我自己 跟團隊做的 像我有做 晃文文化的 與為變化 怎麼找 如果晃文文化的變化 UH 是代表什麼意思 會得出來 烏和其結尾的代表是 主詞 諸葛 單數 或者 是 推以結尾的 奪格 單數 就出來 就自己 做 所以 你看 這麼多的詞典 通通 整個展 所以 我出門 只要 不用去圖書館找 也不用上網去找 在我的 Local就可以找到 這是自己可以見 另外還有一個 可能大家也用過 就是 過路 這個詞典也是 海量 可以加很多的詞典 那它可以記錄我 查過什麼 而且 它是 查過的詞典是同步的 很同步的 也就是 我手機上查的 在電腦常查的 這個 立成是同步 所以 把它整合在一起 呢 就 我可以節省很多 過去需要用到 來處理 舉個例子 我查一個單詞 所有 可樂性都出來 所有的可樂性 包括黃文的 還有這些 那我會用這個原因 主要是 你可以加你自己的脾氣 進去找到的東西 某一個例子 就是 你自己 想找到的 筆記 可以 這是 我曾經把這個詞 又 記錄這個 怎麼還可以 加筆記 編輯 所以 編輯自己的 詞典 那 那 他這問題還可以 做翻譯 我想這跟富庫 翻譯一樣 可以用來 背擋 可以用來學習很多 功能 我還沒有去 使用他就是 所以 怎麼去建構一個 你自己的 就是 就是 你的 數位平台 每個人的數位平台 你可以去 探點一下 他的可能性 這樣子 那 時間差不多 超過了 最後 提供一個 跟研究很有關係的 就是 你們 有沒有在做 數目管理 數目管理是 很基本的 我不曉得你們用哪一種 我不曉得你們用哪一種 這三種都有 一個是 Rotero 一個是 Anon 一個是 Mandale 這 三個數目管理 你們講他要做研究嗎 什麼 不是他不會跳嗎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會跳 你只要換另外一個風 他就跳了 對 然後你用的時候 就是還是要手動 重新整理 真的 很痛 真的 我當劉姐好像還好 真的嗎 我覺得曲部都會 真的喔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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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